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地动荡 还是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神魔奇聚 令到 轮回 神魔奇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东西可以忘形了吧 巴库 小熟伙 给我去 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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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稀罕品种啊 软灯卖个高价 祖族的鸭子就这么飞了 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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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我明明已经死了 这是什么地方 东方无神 颤雾极之墓 什么 从横三界的颤雾极竟然 西方取莫 凯撒之墓 东方修道者李长风之墓 西方魔法师纳斯之墓 这些昔日的神魔 竟然全都死了 东方先幻大陆 和西方魔幻大陆的众神魔 为何会合葬在一起 这个事情 怎么了 神死了 磨灭了 为何我还活着 来 喂 壁之吻 八姑八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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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布 白布 雷仁人 一会就好 说话 我错了 我错了 大家饶命 大家饶命啊 谁在说话 居然是你 吃了宝宝的眼泪 才能听懂我说话 看见宝宝这么可爱的分上 就饶了笨包包包 告诉我这是什么地方 去华阳国屠城有几日路程 我就放了你 我说我说我说 你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啊 华阳谷国早在一万年前就消失了 什么 一万年前 没错 差不多一万年了吧 一万年 是啊 东藏大陆和西方大陆 一等旁边的时候 动荡得太厉害 很多谷国一下子就没了 包括你说的那个华阳谷国 现在这里叫做天元大陆 天元大陆 这都不知道 你是哪里来的远古人 我还没问你呢 你是怎么回事 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被活埋了 玉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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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她埋的你 你什么 有钱 是她乡了 她们嘞 年载 你真的很可怕 她们 她们 对我 你是不是人生病不熟啊 不熟 我带你认识认识这个世界 怎么样 我就知道你绝非凡人 居然可以自由注入神魔灵源 神魔灵源 是因何而见 这 神魔灵源是远古遗迹 鲜少有人知道它的历史 宝宝我也 这里到底发生过什么 我又为何会被安葬在这里 或许只有朝经神魔灵源的来龙去脉 才能解开这些谜断 这就是万年后的世界 服务 等等我 满身鳞片的通毛怪娘 真丑 这可是我族的巨型飞龙 当时有个怪物体 肚子是怪 这难道是传说中的远古巨人 是啊 没点本事 想在这里生存 可是太难了 沧海桑天 这片大陆上的生物 竟变得如此惊人 我叫东东 你我缘分一场 同是天涯孤独克 要不要结伴同行 好 我叫陈南 优优独克 我叫陈南 出来 好啊 就带你玩遍全世界 吃遍全世界 吃遍全世界 这被我救了多样的 得救了 你 你 赶减肥了 快 让开 没想到 万年后就会在 如此尴尬的场面里 遇见第一个人 我已经能猜测到 后面即将发生的事情了 这一刻 我感受到了 女孩满满的怒意 虽然我很想解释 但是 东方舞者 好强的内地 没人 这下不好办了 行 今天 算你们怎么约 我从来不打女人 身材不错 把这个赢贼 给我拿下 有话好好说 这력是 这buo力 真是麻烦 东方舞者 可爱挺有力啊 这个浪荡子 还有两倍 队下 受件速决 是 你就 花钱 让我来 别碰 好可爱的华高 这次胖宝无穷无契 如果不能通知魔法 根本没有尽算 好可爱的华宝 好可爱的华宝 要加油 找 cycling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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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想不到你个银贼还有了下来 那就让本公主 给你好好玩玩吧 二杰巅峰无赏 走了 缺缺一杰无者 头脑再灵光 也是个普遍入口 你 太弱了 来这不上 得想个办法脱身 拿 刚熬好的姜汤 快振肉喝了吧 我 历图是透出来了 可是这上面都是些什么鬼怪府啊 历火精灵 现如今 这可能是唯一的机会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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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听 小公主是不是在哭 哪儿是条小龙啊 好可爱哟 同几年前 我们是本公主的宠物嘞 小公主 禀公主 关于地图的线索 我们 东西该找还是要找的 不过现在呢 这 本公主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 哎呀 饿死了 这小龙到底是什么好东西了 你要睡便睡 省得一会五马分尸的时候 吵了本公主的清静 来人啊 主下在 把这个浪荡子拉出去 是 啊 醒了醒了醒了 醒了 预公主是吧 这荒郊野岭的 上哪儿找五匹马 再说了今天事的确是个误会 我不是什么浪荡子 我叫陈南 他可以作证 龙宝宝乖乖 你认识他吗 嗯 点头啊 嘿 你这个见色旺裔的家伙 不怕不怕啊 这么可爱的龙宝宝 你都下得了手 你想怎么样 不怎么样啊 本公主呢 只是想把你留在身边 每天给你一刀 知道你经济全无 不是来真的吧 今天这一刀 还哪里好呢 这种是有失你的身份 还是这里呢 还是这里好 有话好说 哎呀 我的还挺快的嘛 那我就陪你 都玩一会吧 人为道祖 我为鱼肉 你不来有力 便要遭受这份悲惨遭遇 老天 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开始了 喂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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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解释 听我解释 你也不见你 我 我来帮你找到 你也不见你 我来帮你找到 你也不见你啊 说 你这个浪荡子 怎会认得这远古文字 嗯 家 家师是位隐世学者 生前痴迷研究古史 我二如目染 对古文字什么的 也略有了解 这上面最大几个字 便是古文 烈火先连 你若有半个话 随你处置 今日起 你便是我的奴隶了 啊 啊 嗯 就是这儿 臭奴隶 看来 你还真的精通古文字啊 丫头 既然路已带到 我就不奉陪了 怎么后悔无期 一日为奴 终生为奴 而是说 你更想当个自由的 天人 陈南岳誓死追随玉公主 悬崖峭壁上有浓烟 潘东使我殿后溜走 你们谁能顾得上 接着 你打头去 阿晴 我来呗 前路凶险 还是要属下呗吧 正因为前路凶险 才要把它交给 修为最高的本公主守护 哦 省得某些人 金术 这 是吗 宝物就在楚玉身上 乖 等大功告成 一定用最贵的木料 给你们修补身子 禀殿下 属下已做好埋伏 只要东楚国小公主下山 定能一举多保 终于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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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击 救命 还冲下来迟 我二人牵制着畜生 公主先去拿回仙脸 好 想办法攻击她的眼睛 在警察这里 咱们再一起想办法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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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死啊 快去 打他进去 这都不去帮忙 还算个男人吗 我连他们都打不过 现在上去不也是白给吗 没事吧 不可 好爹 不可 过节 过节 你这种而已 公主快去去新莲 快去 快去 报 公主快走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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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 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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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呀 出生 公主 照顾好华杰 许子就来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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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水 侯义公 竟然是侯义公 万年之后 没想到还能和你重逢 没打住 别急 让剑 飞一会儿 记住 修为不足五阶 贸然使用神兵 必然遭到反射 百公主 放心 本公主还死不了 快去看看花钱 花钱 公主 花钱失血过多 我只能暂时将其冰冻 花钱 花钱成掉 你完了 这么不了意气 你再一次 孙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陈南 加油 陈南 加油 陈南 加油 爸爸 先生 加油 陈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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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后裔宫 父亲 您这是 您可知道后裔宫的由来 这不是我们陈家祖传的神兵吗 不错 后裔宫 为开天辟地第一灵根纪念的主 威力不可估量 今日 我正式把它传授给你 怎么 我想要 那倒不是 只不过孩儿认为 武者的修炼之道 在于提升自身境界 强化内力与功法招式 希望有一天 能像父亲一样 凭借自身实力 晋升先武之境 成仙成神 其实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修炼的路上 你不知道要面对 多少的危险和绝境 实力悬殊之时 神兵便是你活命的机会 新的病毒 众认侍 新的病毒 西威力与道 然之时 也许弹 能将你活命的机会 幻灭 兵兵便是你活命的机会 侯义宫的力量吗 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拉开侯义宫 小奴隶 你 不用谢 还有 后悔武器 公主 后遗光 你还认得我 他认得你 你怎么来了 不许享受 你的吃喝富贵去了 龙生在世 一起二字 我信你个鬼 从我第一眼见到你 我就知道 你绝非烦恼 行了行了行了 你当我还会吃你这套吗 我不管我不管妈 反正我小龙东东 更定你了 白狗白狗 你的笑笑 都没致见我 不许かな 他都没致见我 你ald ON 我 你爹 你谢谢 我 你 你 你 是鲍典天悟啊 你是谁 楚玉现在何处 你又是谁 凭什么抓我 大胆 你面前这位 是拜月国三皇子 仁剑殿下 拜月国 什 什么 仁剑 没 没听说过 松吧 小兄弟 只要你好好配合 我不会为难运 后裔宫 乃东储镇国之宝 那楚玉绝不会 轻易把它交给一个外人 你是偷拿的吧 刚摆脱了个公主 就来个皇子 老天爷 你是要玩死我吗 在下陈南 本是一介山间猎户 不料前几日 被小公主看上 被迫做了她的贴身随从 我这心有怨恨 这才趁她不备 偷了她的心爱之物离开 楚玉 看上你 谁说不是呢 他倒是不挑 刚才天边那道金光 是后裔宫发出的吧 对 他们遇到一只巨胶 那个小魔女啊 就是用这把弓 将其射死的 陛下 既然已经拿到后裔宫 咱们还是尽快离开东楚边境 以免夜长梦多 不 与聚焦缠斗 想必他们损耗了不少气力 这里是进城的必经之路 死刑若只能一石二鸟 拿下楚瑜 我拜越国 便有了协制东楚皇帝的筹码 哎 该说的我都说了 是不是该放我走了 等本公主抓到那个奴隶 一定将他变成公公 公主 是他 他居然还要嫌弃喝茶 臭奴隶 你好大的胆子 玉公主 好巧啊 居然能在这碰到你 这人 是凡剑 哦 人间殿下跑到我东楚边境 一遇何为啊 风光大好 在下带着几位近视 来此游山玩时 哦 对了 刚才在路上碰到这小子 我看他一脸奸相 行迹可疑 就把他抓来盘问 他说自己是玉公主的随从 公主 可认得他 不是随从 满口谎话 杀了他 是叛逃本公主的奴隶 陈公公 公公 陈公公 三皇子可否把他还给我 自然 真是远家路窄 我见面了啊 三皇子 陈公公逃走的时候 还拿了本公主的一样东西 可否一定归还 东西 抓他的时候 可没见他带着什么东西 你 你 你 对 你 你 在 本公主出门和你一样 只带两三个随从吧 看 可以 倘若没有 又当如何 那本公主便不会计较三皇子 无故闯入我东楚领地之事 让开 不可能 玉公主 好你个奴才 满口谎话 回去再跟你慢慢算账 本公主管教不严 让三皇子笑话了 既然误会一场 请三皇子速速离开我东楚领地 月下 我们走 是 怎么样 看来了没有 没有 可侯与公子们 老命要紧 回到他想办法拿我来 不对 武畅 动手 是 小棒子把汇蜂拿回来 有点儿能耐 哦 你想说这个剑刃还是修道是吧 你气预见 想不到你已经到达了三杰境界 你敢动我 东楚国绝对饶不了你 这荒郊野岭的 谁会知道玉公主是死于我手 还是什么畜生之手呢 要去你吗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这里没有墙 也没有听风的人 那她不是吗 一个公公 杀了别人 玉公主可还有什么顾虑 后义公 竟然是你 刚刚一手偷梁换柱 真是用得漂亮的 剑人 咱俩算算账吧 你给我好好叫上他 你还真是个贱人 让他跑 让他剑方 让他分剑 别挣扎了 金剑不见血光 不会停下来 殿下 我来帮你 殿下 你没事吧 出货 我要破手指 给我破点血不就行了吗 天然 快回家养屁股去吧 陈公公 做得不错 板公主要大大风 公主 今天这一刀 是差哪儿呢 这儿 还是这儿 还是这里呢 臭努力 你今天要是敢碰我一下 碰了 怎么着啊 臭努力 臭努力 你给我怎么配上几个 小公 我看你行事乖张 出手狠毒 简直就是一个小恶魔 还是小魔女更适合你 小魔女 你可要搞清楚状况啊 现在我才是主人 做梦 好 那我就睡一会儿吧 真是 你 陈公子 人 请你起来 嗯 陈南大哥 嗯 这个人 请你起来 嗯 陈南大哥 嗯 这个人 请你起来 对了 花钱月下还在 嗯 放心吧 比他俩更能力 死不了的 嗯 是 真不知道后一公 为何会选中 你这个一界的废 嗯 嗯 是 主人 或许是啊 他跟我前世有缘吧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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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小魔女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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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下参见这宫主 月儿呢 终于有人冤了 很想戏弄你一番 没想到却多了个雷阵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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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寺 meta 蹲不来 所以尊 casino 咱家只曾远远见过他赢 不过咱家绝对不会认错 他就是楚玉 正吵他呢 他就带着后裔公自己送上门来了 真是得来全部费功夫 我这就上去绑人夺功 慢着 后裔公还在他们手里 此事还需谨慎 还是让我去吧 那病丫头 你是强弩之魔 无须挂心 至于那矛头小子 就由我来搞定 美娘出手 必定万无一失啊 我 这是在哪儿 这么久还不行 他到底是怎么了 莫非 是他身上还有什么伤口没有处理 不透不透 此举有伤我轻语 人倒两个还估计这些 大难临头了你还在这占便宜 无耻 这么久没见影 你去哪儿了 哎呀 楼下那群人全是舞者 他们跟着客栈的掌柜是一伙的 准备抓我们呢 快 收拾好东西 跳船跑路 外面也有人盯着 想要离开这儿 并非易事 我若孤身一人 闯出这里倒不难 可小魔女还晕着呢 背着她安然离开并不容易 这怎么办呀 时间紧迫 等会儿就走不了了 你快想想办法呀 她会有一栋栋公主 这些人应该不会为难她 喂 喂喂喂 你不会是想丢下她自己走吧 你看她如此虚弱 她是撑不过今晚了 我真是自找麻烦 为什么不走 你终于醒了 你刚才是想走吧 为什么不走 身为主人 当然是得对你负责咯 你别多想啊 既然是我把你带进这家黑店 我最得把你带出去 回头你爱去哪儿去哪儿 我懒得管你 这些人 应该是冲着我和后遗宫来的 八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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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南 我可否求你一件事 我没听错吧 你求我 说吧 待会儿我去引开他们 你趁机带后遗宫离开 你入城宫脱山 可否帮我把后遗宫送入东楚王宫 东楚国 不能失去后遗宫 拜托了 你帮我逃走 那你呢 我已被后遗宫反噬 曹婉有气力率解而死 落在他们手里 也没关系 被宫反噬 后遗宫是陈兵 怎么会反噬害人 难道是被什么人 故意下了禁止 你好像 对后遗宫很熟悉 小魔女 你可知道后遗宫 是怎么来到东楚国的 你没听说过 千年之间 喂 你怎么了 恐怕 我帮不了你了 你快走吧 要走 一起走 小魔女 小魔女 对啊 怎么忘了这个 好像有用哎 好热 你问我吃了什么 仙灵 仙灵 怎么了 仙灵乃大普之物 你当配置成大药服用 之间入口难以吸收 没办法了 你们用那个事实 你们留守一遍 我 爸 怎么样 不行 我的内力所剩无尽 无法维持华天荣地 华天荣地 这是什么功法 我的师门绝学 能够快速吸收腹中食物 也能 也能吸收武者的内力化为尽 吸收内力 这岂不是邪术 我从能用它做过坏事的 不过 不过今天 那要不我利 你 你想干吗 好心的陈达 你就借我一点点内力用用吧 想都别想 我一个一间五个 内力都不够自己用呢 如果不把烈火先人吸收掉 我会被星火烧死的 我就借一点 公子 睡下了吗 你做什么 嘘 拿好后一宫 你让我别出声 装饰弄 公子 您是 两宫 两宫 难得 公子 可愿与奴家共饮几杯 这 不太合适吧 姑娘 屋里还有别人呢 八姑 八姑八姑 八姑八姑 叫他看着也无妨 四处没有后一宫的痕迹 难道 藏在床上 姑娘 如此心急 风雨夜归人 相逢 便是远 奴家 敬公子一杯 嗯 好酒 不知姑娘可否 轻舞一曲助兴 那奴家 就献丑了 天若惊虹 宛若犹龙 奴家自是愿意 嗯 好弄的鬼花香 手都被你抓痛了 一点都不懂得脸相惜日 伤着你 让我瞧瞧 你得自罚三杯 酒不醉人人自醉 夜色已深 正是一杯 哎呦 浪费了姑娘的好酒 这次 你可得乖乖领罚 公子稍后 奴家 再去取医护回来 一定认罚 既然明着打不过 那好酒 哎呦美娘 你怎么下来了 你也有搞不定的 没事 不行就算了 再注意 借墓 你就是 那 possible 一切那些人 要辞了 你能不能这么多 吗 你必须要辞了 你必须要辞了 你说 你必须要辞了 负荷 奇怪 你必须要辞到 此次 这才可以 连接 明显 姑娘迟迟不归 让我等得很是新交 不是归华下 你没去取毒酒 而是去熏了新香 你不死 冯姐 站过去 把眼睛闭上 不许偷看 我堂堂证人君子 怎么可能偷看女人换衣服 你打我干什么 我没回头 刚刚 陈南 你竟敢冒犯我黄姐 我以为她是刚刚那个舞姬 我费心和那舞姬作戏 还不是为了控制住她 给你吸内力啊 这烈火仙灵的效用过于长期 不能再耽搁 用话听容地吧 我现在内力不够 正好大公主在这儿 你吸她的内力 不行 你怎么这么抠啊 她可是你亲妹妹 我是修道者 修炼的是真气 不能和她的舞者内力相入 这里 你最合适 非要吸我的吗 要不 我想办法抓一个舞者上来 万一惊动他们势必开战 这时间 玉儿耗不起 可是 好吧 毕竟是我给你试的烈火仙灵 要吸我的内力都吸我的吧 不过我们可事先说好 你最多只能吸我一程的内力 不 一程太多 最多戏半场 放心吧 多了我也不需要 施展画天容地不能被人干扰 我给你们护发 开始吧 小巫女 吸口你就赶紧停手 知道了 这是我手 这是怎么回事 我的内力 楚瑜 快停下 我停不下来 好大的动静 看来媚娘是得手 大人 大人 不好了 媚娘在柴房被人打晕了 那刚刚上去的是 不好 快去 我的内力 要被吸光了 真是得乃全不费功 小狗怪 小处长 把后遗弓拿来 小死 小处长 你别跑 小处长 你别 小处长 我就废人了 怎么还是分不开 还没有结束 这不是我的内力 是真气 小处长 你的青龙手子 怎么使不出来了 真是风水能流转 昔日人人称颂的修炼奇才 出现变成了一个废物 你说谁是废物 怎么 还认不清现实啊 你最后的辉煌 便是和谭台玄比试一场 不过 他要是看到你现在这副样子 一定后悔当初自降身价的找你挑战 谭台姑娘向来神秘 没想到今日竟有幸得见 据说她是年轻一代最强的修道者 你说她和陈南谁弄一弯 这还用问 陈南从无败戒 谭台姑娘 为何扔剑 今日既要分个高低 自然要公平些 你不用兵器 我便也不用 胖快 那我就冒昧领教谭台姑娘的到家先攻了 怎么办 谁 都是 你这 我们站在巡大 他们走 Nous 谭太姑娘 这么久以来 你是唯一一个与我战成平手的青年修炼者 得此对手 实恕我陈南之幸 陈公子过奖 此番回去 在下自会更加勤于修炼 不知 此后是否还有机会 能与谭太姑娘再战 记长相约 她日次会重逢 真没出息 不过就是碰了一下人家 怎么手就麻了 陈公子 告辞 结说那次遗失之后 你为了再战谭太权 日夜苦恋 却修了个走火入魔 空力大退的下场 怎么会 那里在消退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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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 是那个时候 记长相约 他日次会重逢 你 为何 喊我 回来 半括半括 站住 半括半括 怎么回忽悔有气 王姐 什么人 一群死士 不会透露什么消息 月儿 你怎么样 义无大碍 不过陈南他 我的灵石回来了 我的宫里 哪位高人 可否见身一剑 走了 陈南 你没事吧 你 你这是 你干什么 陈南 塞翁是吗 行了 又忽悠笑的 难道是伤心过度发颠了 陈南 都是我没控制好画廷荣帝 实在抱歉啊 你就别生气了 我 我真没生气啊 我就是太激动了 一时失控了 我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放心 本公主一定负责 你就安心随我回皇宫吧 什么 你要带我去皇宫 不不不 既然事情已经解决了 咱们就此别过 拜拜 你去哪儿啊 你去哪儿啊 当然是你回你家 我回 回归山林了 还有许多事等着我去做呢 你都这样了 还能做什么呀 都怪我修炼不经 吸走了你全部内力 害你成了个废人 不过皇姐医术了得 她一定能帮你恢复的 他们以为我功力尽失了 到了皇宫便立即问你一致 哎呀 还磨叽什么 走吧 你还敢说 为偷那张古地图 你把藏书阁翻得乱七八糟 某人正生气呢 藏书阁 那里有很多古地图吗 不只是古地图 藏书阁还收录了数不清的古籍呢 就是没人能看懂 哎 对了 你好像通晓古文 说不定会喜欢呢 哦 对呀 或许我能从古籍之中找到神魔灵人的妻子 陈公子 你不愿随我们回宫 难道也不想恢复功力 当然想 启程 上车 快走吧 这个楚月心思深沉 去谨慎对待 王姐 我把猎虎献连献给傅华 是不是可以讨他欢心 求他解除魂院了 讨厌那个人 让他们以为我没有恢复功力也好 嗯 降低戒心 我才好行事 接着睡觉 哎 巴咕巴咕 巴咕巴咕 哎 你怎么来了 想你了呗 别当我睡觉好不好啊 就知道睡 你都睡了三天三夜了 什么 刚才 是不是你 你说啥 是不是你 不是我 我感觉就是你 不是我 你是你是你 哎呀 真不是我 还是又回来了 啊 到了 这就是万年后的城市啊 啊 啊 马马虎虎吧 好 一口气把事情全部解决 驾 钥虎 再来一个 员 先生 员 你一个 恭喜你二位公主回城 免礼 八千 新手臂蛮酷的嘛 八千对不住小公主 是我没用 为了养伤 不得已跟月下先行回宫 让小公主在外受苦了 不妨是 本公主这不是好好地回来了吗 嗯 八姑八姑 你们这是 干什么 回小公主 陛下有令 把罪人陈南押入皇宫问审 八姑八姑 八姑八姑 八姑 莫急 先去见过父皇再说 陛下有令 二位公主暂物入内 你可知这是何处 东楚皇宫果真富丽堂皇 令人惊叨 令人惊叨 的确有些胆识啊 不知陛下有何之事 事关玉儿 朕 亲自为你定罪量刑 敢问陛下 陈南所犯何罪 大胆 但是挟持小公主这一条罪行 便足以致你万此死罪 是 事出有因 请陛下容陈南解释 嗯 此事 可是你们二人向陛下禁言的 没错 那日我亲眼所见 你用后遗公挟损小公主 此事不假 可我带走小公主 是为了 是为了保护她 一派胡言 你们也知道 当日要害小公主的是那贱人皇子 是我把她赶走 救了小公主的性命 我怕她卷土重来 这才带着小公主 躲去了安全的地方 你们如今告过一众 实属恩将仇报 你 好 这事暂且不提 朱玉氏 你偷窥小公主的事 总无法狡辩了吧 那是无心之过 陛下 陈南敢在此起誓 绝非有意冒犯 如此说来 不论有意无意 你还是冒犯了公主 这 念你帮过玉儿 留个全尸吧 是 康道皇宫叫她动手吗 不是 抓他 父皇 您不能杀他 放肆 朕真是把你给惯坏了 拖出去 且慢 岳儿 你也要帮他说话 回父皇 陈南虽犯死罪 但功大于过 当免其罪 于思 岳儿此犯涉险 若非陈南 数次舍命相救 恐已无命归来 于公 陈南帮助东楚 保住了后遗功 使其免入他国之手 您应已得知 陈南有操控神功之力 实属千年难遇之奇才 若他愿意为我国效力 定对东楚大有势 是啊 父皇 您就放了他吧 你可愿为东楚国效劳 那是自然 只是 是 在下如今功力全无 已经无法再用后遗功了 恐怕 你会恢复的 是天下 还没有我皇姐 医不好的人呢 既然如此 那就送他入驻齐师傅吧 是 齐师傅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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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下 父皇 你 小子的锐气 等他恢复功力 女儿自会让他心甘情愿 为东楚效力 父皇时日无多 月儿 东楚国的未来 都在你身上了 烂死了 前方没路了 半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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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吧 你先走 怎么会 是他 怎么可能 怎么会是他 你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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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江林 哈城乡 我以为我能忘记过去 曾经的点点滴滴 却总在我眼前浮现 你先走 子 陈南 陈南 弄着干嘛 走了 此番回去 在下自会更加勤于修炼 不知 此后是否还有机会 能与谭太姑娘再战 机长相约 他日自会重复 万载一世 如今你我先反两个 恐怕只有等我也修炼成仙 才能与你相见 文清过去之事 就凭你也想修炼成仙 母说你现在功力全施 就算恢复功力 也不过一节听见 真是赤人数 好了好了 走吧 小公主 小公主身后你哪认识谁啊 好像是陛下特许如珠的骑士 听说 他没有功力 那他可有什么绝技 你们懂什么呀 人家会讨公主关心 好 到了 你暂时先住这里吧 还不错 对了 黄姐嘱咐过 后翼功事关重大 你使用过他的事情 需要保密 嗯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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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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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公主 真是好巧啊 司马凌空 他们犯了什么错 让你这样残忍作弄 区区两个奴隶 能给我的吞天当点心 是他们的什么性 你这个混蛋 取久未见 玉公主的性子还是这么厉害 不过 我喜欢 滚吧 是 是 谢主人 什么人 如此嚣张 他就是你带回来的那个小白俩 一介山野村夫 也配来皇宫吃软饭 在我看来 他可比你强多了 不管我是 必要求过 玉公主 你我早已定亲 别和旁人拉拉扯扯 辱莫皇室门风 你死了这条心吧 是绝不会嫁给你的 这可由不得你 陛下亲赐的婚事 玉公主 早晚是我的人 找死 齐师傅炎镜那道 你要破坏关系吗 躲在女人背后 你算什么男人 这么说 男人就该像你一样 只会死缠烂打 像一只没皮没脸的疯狗一样了 你 说得好 把狗 这小东西有点意思 我要了 这有兄弟 不卖 兄弟 明白 说个数 回头给你捕上 你听不懂人话是不是 无卖 天和地 你和我 聪明的小龙 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过来吧 喝东西 小畜生 你 龙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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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畜生随主 跟玉公主远点了 否则下次教训的就是你 司马凌空 本公主面前你敢敢放肆 玉公主 我对你一片真心 我只 我现在不想看到你 改日我在里面走 走 你痛吧 小乖乖 八姑 我想带龙宝 抱回我的寝宫照顾 过几日再送他回来 好 四马凌空威武不凡 他居然看上那个飞武山民 我找到机会 一定宰了那小子 给他吞天堂下小菜 酒呢 卫管家 下的在 把公子在这儿 去 把公子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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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爷珍藏了几堂好酒 全都送来 小的就去 过来过来 卫管家 搬酒去 对了 矿山那边的粮食 送过去了没有 车队已经出发了 不过 把米面换成米糠 采矿的奴隶们 如何吃得饱啊 这是你该操心的事儿吗 公子现在正烦着呢 你可千万别自找麻烦啊 是是 小子到嘴了 谁 谁 这个卫管家 取谈酒队一去不乏 明治一定中法 什么 什么 吃饱了 不要怕 你不愿意 啊 你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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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 你不愿意 欸 你不愿意 给我滚 没想到你这身子还挺扛揍的 这么快就没事了 今晚就到此为止吧 该睡觉喽 巴咕 巴 巴 巴咕 不行 不行 不能跟我一起睡 巴咕 看在你受了伤的份上 特许一次 巴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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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欢这个波娃 巴咕 巴咕 这是小时候我师父送我的 不能给你 巴咕 巴咕 不过 敬你玩一玩 应该没什么 巴咕 但是呢 你不能带走它 只能在我请殿玩 巴咕 巴咕 既然这样 不如在我请殿多住几天 我这里有吃有喝有不偶 不比待在陈南那儿舒服啊 巴咕 在你身上 我都找到这儿 我必须费 这个 医学 是 我是 我 我 我 你 现在 我 若想自己混进去 有些困难 还是得一张锤铺帮忙 哎呀 陈南 你起得挺早的嘛 大清早的就不让人清静 哼 还不是为了帮你恢复功力 不使好人心 也不知道我这功力 是被谁弄没的 哼 陈公子 真是好兴致 昨日初来乍到 一夜难眠 也随手画了几幅画 大发时间 哎哟 你还会做画呀 让我瞧瞧 你这也叫画 真是笑死人了 不像吗 那我也别去一格 哦 对了 东东呢 他伤得严重吗 放心 他已经没事了 现在应该在寝殿里吃早饭呢 就知道吃 开始吧 好 那就辛苦长公主了 脱掉外衣 这么直接 你还是要走 忍住 千万不能落下 可有感到 内力自丹田永出 没有 难道是刺激得还不够重 慢着 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 长公主上位出嫁了 与我这般待在屋内 恐怕影响不好 还是换个医者过来 无妨 我自幽被选为圣女入道修炼 早已断情绝爱 何况医者人心 你不必拘泥 等等 断情绝爱 那你的婚是 圣女一生只需忠于东楚国 不允昏美 哦 原来如此 当圣女岂不是要孤独终老啊 啊 像长公主这般大美人 着实可惜了 怎么样 有效果吗 我想去藏书客散散心 听玉儿说 你通晓古字 却不是现代文字 是 这道稀奇 不会识文断字 难免不方便 想要融入这个时代 还是要识文断字的 这个是 嗯 我的意思是 我想学字 这还不简单 你求求本公主 本公主教你啊 玉儿 你若真有闲暇 是可以教教陈男 包在我身上 我也不想有个白丁朋友 往后上午黄姐帮你智商 下午本公主教你习字 那就谢过小公主了 走吧 去藏书客 不行 你要专心治疗和休养 今日起 禁止离开齐师府 好 我明日再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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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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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每到深夜 常有守卫听到阁内传出诡异的憨声 大家都说 是那老宫人怨气太重 不肯离开 兄弟 真没劲 这几排存放的都是古籍 你自己看吧 书呢 不肯 累死我了 有什么好怕的 下去 不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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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 快跑 回来 跑什么呢 怎么还不走 老妖怪 可算先生了 不就是拿了你一幅谷地图吗 怎么还没消气啊 她是 老妖怪 本公主的师父 不肯 好端端的戏弄人 果然有气势比我气痛 师父啊 承受不及 老朽不过是个看书库的 去 小戏伟 你一番折腾 找到烈火先连没有 那当然 本公主自然不会空手而归 多亏了这家伙 帮忙翻译了古地图上的文字和标识 那可是七千年前的古地图 把我的古地图还回来 还在我寝宫呢 那就现在去取 可不是吧 这都什么时辰啊 嗯 嗯 好好好 我这就去 巴咕巴咕巴咕 巴咕巴咕 你若针对古地图有兴趣 那就跟我来 没想到 这藏书阁的地下竟另有乾坤 是古籍 大多都是价值连城的孤本 你若能看得懂 这里无疑是一座宝藏 看看这吧 天缘大陆修炼者等皆划分 天下修炼者大致可分四类 以修身炼器剑长的修道者 擅使咒语道具的魔法师 起格剑壮玉龙杀敌的龙骑士 以及内外宫兼修的东方古尺 大伯 这本书分明是介绍现代修炼者的 只是患用了历代各朝的古字写成 并非真古节 等的历代古字 不简单 文字演变有其规律 如今我识的当代文字 和万年前的古字 两相对照 基本也能辨别 中间时代的文字含义 好 好可怕的内力 回教不同修炼者的实力高低 人们划分了五阶境界 可惜呀 大多数修炼者苦修到老 能入二阶后期之境 你是难得 这境界划分和万年前 倒是差不多 你年纪轻轻 竟已踏入三阶出境 在田园大陆 你是佼佼者 我明明没露内力 前辈 您是如何看穿 呵呵呵 现在 你可以亮针超了吧 看你往哪儿跑 前辈 前辈果然没有骗人 一本古籍价值连城啊 混蛋 小心点 墨是孤本 毁了可就没了 臭小子 谁也不陪你玩儿了 华千荣帝 华千荣帝 灵时敏锐 着实不错 多谢前辈 陈南自认不是对手 放心 我没有恶意 前辈 您支开小公主 带我来到这儿 究竟有何目的 替我译出 这本古籍 你隐藏功力入宫 想必不愿招惹是非 我可以帮你保守秘密 您威胁我 不 也可以说是利益交换 这些古籍种类繁多 除了历史 还有许多关于武功 魔法医药等方面的著作 你哪有我 便可任意流浪 整个东楚国 恐怕再也没有什么地方 比这里更适合寻找 神魔凌云的信息了 成交 好 还真是准时报到啊 要不是老妖怪让我给你送书液 本公主才不来呢 这张是昨日的 已经也好了 真不知道老妖怪在想什么 叫我天天传送书液也就罢了 每次还只让送一张 言三道四的 完全看不懂嘛 老前辈送来的书液 都是打乱了原书的顺序后 再手抄到纸上的 这样即便溢出来的文字 被你我看到 后面也无法得知其意 老妖怪这招还挺聪明的嘛 哎 你就一点都不好奇 这古籍的内容 我现在只想知道神魔凌云的消息 吃 我走了 哎 这小魔女最近怎么越发暴躁了 哎 还是先给老妖怪翻一书液吧 好 果然天聚灵根 几日之内 就能将这些秘籍融会贯通 稳固自身境界 基本也拿去修炼 一定大有所成 多谢前辈 不过我来此处翻越古籍 并非是为了提升境界 这可是天赐良机 让你变烂诸多绝学 这段时日 幸得您的悉心指点 陈某已经授予匪浅了 您若感兴趣 我可以给您译出这几本古籍 遍您通读 我只要这一本 足译 让我进去 小公主 您就别为难我们了 让开 小公主 你们 您还是回去吧 父皇 自从月儿回宫后 你便对月儿避之不见 月儿是真有要事与您相伤 求您撤回我和司马凌空的婚约吧 您不答应 月儿也有办法 父皇对不起月儿 如今司马家族势力独大 内外群臣 竟无一人可与其抗衡 原以为陈南是个可以培养的奇才 但他却久亦未过 司马凌空嚣张跋扈 不 所幸他对月儿还算痴心 月儿嫁给他 司马家便与皇室沾了钦 安抚住司马家 东处会更太平 可是月儿 此事由不得他 听说 月儿和陈南走得很近 司马家对陈南多有不满 你 真没看出来 你竟然是个书呆子 这些古籍里面到底写了什么 值得你如此费寝忘事 你来看我 想得美 蒙宝宝还你 怎么 怕带失控你的公主府不像杨兰 才不是呢 只是本公主近日忙碌 怕她自己待着无聊 八公 小巫女 发生什么事了吗 没有 没事 八公 八公 你若心中烦闷 我可以陪你出城玩会儿 父皇说城外危险 从不许我出渡城 我长这么大 只去过一次城外 就遇到了你这个倒霉蛋 你难道就不想见见外面的世界 外面的世界 八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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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公里 最后就像滤旋 如果啊 reusable 还是再林上岛 两 真的 要想打个城外 她 Process 我觉得多双眼 写香迷能见过几处风景 我领略过的奇异美景 敢多着呢 好啊 我看你能画出什么花来 黄姐 长公主 玉儿 宫中人多眼杂 你和陈南还是保持距离 必会想 我现在连和朋友聊天的自由 都没有了吗 他没分解 你得赢 我们走 陈南 黄姐 你干嘛出手伤人啊 惹得躲不开 看来彻底没希望 黄姐 你别放在心上 黄姐向来对自己的医术自信 这 我明白 还有最后一个办法 或许能帮上你 我教你练画天荣地 等你练好了 从我身上吸取内力 什么 逆 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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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邪 这老妖怪都得练的什么东西啊 我不会练的 小魔女 你师父修行不正 像画天荣地这种邪功 你最好也别再练了 不练就不练嘛 不许你说老妖怪的坏话 好好好 不说了 把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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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要走吗 我已翻遍古籍 街舞神莫灵园的消息 再留下去 只怕会麻烦不断 可是 你舍不得走啊 其实留下来也不错 只要告诉楚月 你已经恢复了功力 他一定很高兴 说不定还会让皇帝 给你个大观做呢 那才麻烦 你想留 就自己留下吧 哼 我们爸爸可是讲义气的喽 不过 我们还没和楚月道别呢 小公主对我那么好 我想再见她一面 最后爷一丸还没交给老妖怪 你要去藏树阁 还是去找楚月 让她转交吧 八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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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不走了 是小公主 是小公主 这么晚了 她要去哪儿 走吧 我们下去 再来 此事须尽快去办 是 这么巧 大家都在啊 玉儿 你怎么来了 把手拔打 你怎么在乎 就几乎你 你怎么在乎 主义 你怎么在乎 我先在乎 说 你 到底有没有 我才会在乎 你现在的一点 你不可以 好 我 我知道 你哪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却没有削过什么绝情道 无法变成黄姐这般冷血无情的人 这 依儿 我在你们眼中 我是一个傀儡 长公主 我们 去吧 是 月儿 你都听到 父皇无能 给了你们尊重 却给不了你们自由 世间 安能得两全 这是月儿平常性命带回的烈火先烈 对你的身体大有益处 是 是 你还要隐瞒月儿到何时 就没有拍手 是 我 如果你 好 就是 你 好 外面风大 我扶你回去 月儿那边我会找个由头 就说派陈南境外围观 人心朴测万年不甘 你既不忍 休怪我不义 这两位木法师境界匪浅呢 来人哪 着火了 地方警官 让人干嘛呢 我来帮忙 来了来了 你瘦在这儿 我从外面帮忙救火 别动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守在这屋子里 你不学得闷吗 原来你也一样 上面有人 小心手跑 追 快 Yu join you Hey 我戒 怎么办 我嘴巴 要不你去哼哼小公主 小公主擦擦 这姐 让他缓缓也好 月黑风高 正是办事的好事情 干什么事 刚才在父皇请殿 皇姐交代你们做什么事 长公主她让我们去 陛下寿辰将至 长公主吩咐我们 尽早筹备坚硬使臣事宜 坚硬使臣 这种文人事物 何时需要二位五职高材接管 还敢骗我 有相不敢 说 让公主下令 让我们 还好宝宝躲得快 差一点就被抓住了 后遗宫 我就带走了 宝宝跑不动了 要不明日再动身吧 夜长梦多啊 你不走 我走了 不 不许让她本宝宝 小魔女 这才饮食 你穿着外衣睡觉 我 我 我习惯穿着外衣睡 不行吗 倒是你 大半夜的擅闯男人房间 该不会是 气馭我的 我呸 你穿得起整正好 省得本公主看见什么 不该看的长睛眼 快起来 呃 啊 怎么了 哎呀 来不及解释了 快收拾东西 离开皇宫 啊 本公主可是为了救你小命 皇 哎呀 有人要杀你啊 啊 谁要杀我 你听我的就是了 先走再说 快起来呀 一上都在这儿是吧 别看 为什么 我自己来 快点 快点 要不 你出去等我吧 你怎么磨磨叽叽的 该不会你这贵中 惨了个人 我可没那本事 只是贵中衣物杂乱 不想让你看见 交替 这样行了吧 这些应该够了 有这些盘叉还收拾什么衣裳 需要什么码就收了 陈达 不用收 后义工怎么在你手里 难怪 我出门之时遇见卫兵们正四处搜查 原来搜的竟是你这个盗贼 你也做了帮凶 帮 帮 你若想告发我 就尽管去 捉你不费吹灰之力 本公主一人就够了 再一个准备 我现在也有 你作否 你不费 你不费 有 你 很 你 你 还是抓我 你自己选 八姑 我跟你一起走 你说什么 我本来就是要找你一起离宫的 你看 盘缠都大了 你 别误会啊 本公主是为了逃婚 出宫以后我们就各走各路 这盘缠没你法 算了吧 还是现在就各走各路吧 不认识 都要离宫 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这种时候 就不要内讧了 我要是说不能 你要是不同意 我就 叫人 赵谷主数岁 数岁 二位长老 这是第几次受丢后遗宫吗 是老陈失职 失职 睡长老 你可看清何人道工 老陈没看清楚 对方行动太快 太快 公主 你看这后遗宫也不用开了 我们能不能回家 回家 长公主 八千月下求见 他们不陪着玉儿 来这里做什么 换 你们又是因何而归 长公主恕罪 小公主 并问我们您所派之事 现在 说 小公主去找陈南 说要一起离宫 什么 快 去学习府 陈南 你看看你 把我装都弄滑了 话说那个司马凌空 确实配不上你 走吧 你愿意跟本公主一起走 再不动身 卫兵就要搜过来了 那你把后遗宫留下 反正你也用不上他 喂 我让你留下后遗宫 你再大喊大叫 咱俩都得跟后遗宫留下 你看 我就说吧 死马凌空 我早就怀疑这小白俩有问题 你怎么在这 叶仙一位骑士兄弟前来传信 说他看到了陈南 鬼鬼祟祟离开了房间 久久未归 我察觉不对 便来此叫醒众骑士埋伏等候 没想到 就要和这偷了神宫的窃贼 一起私奔 与你何干 要我留下与你成婚 我宁肯舍了这公主身份 与公主 你 陈南有点本事啊 把公主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可司马附家的爷爷都丢光了 看那司马凌空 脸都气馁了 你可有啥脑看 这婚约算是完了 都入口 不许万一公主 陈南道谢国宝 迷惑公主 就由在下将这恶贼 即刻处死 咱们用来 胜越是 陈南是本宫做大伙儿的 谁也得想向她竞命 月薛 你先走 月薛 你想做什么 世上你对我最好 我偏去自行 自己的性命 也要让你活下去 月薛 封印 开 月薛 月薛 陈南 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 我都感觉很快乐 等你老去的时候 还能想起一个叫雨薛的女孩 我会很高兴 月薛 不要 啊 杀 好 夜公主 不要欺人太善 好 我倒要看看 夜公主能否护到住这个废物 藤天 封天可是三杰亚王 我打不过他 等下我喊一二三 咱们分别我两边跑 哦 浩义公 陈男 你 我们走 八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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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男 你何时恢复了功力啊 先离开这里再说 什么人 八顾 八顾 有妖怪 好小子 你真是越来越对我的胃口 前辈 师父 你不会妖族来我们吧 你到底站哪边呀 非也非也 保守是来送你们一程 就知道你最疼我了 如此便谢过前辈 不对不对 往这边走 把 рядом 百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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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格 百顾 快 前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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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得好 小公主 他可是为你牺牲的 陈南那个小白脸想拐带小公主私奔立功 玉儿 可有此事 我 我 谁说本公主要立功 父皇寿臣将至 我只是拿些首饰找陈南参谋 好在寿宴佩戴 小公主 往后这种事 你还是多找司马林空上了 那陈南就不是要惩罚 你们都是东楚才俊 一场误会 不要伤了和气 长公主所言极是 此事到此为止 都算了吧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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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辈 我们已经在这儿坐了三个时辰了 嗯 一个好的修炼者 首先要沉得住气 这是最后一张义稿 我让你翻一股急 却打乱句子的顺序 你心里一定对我很不满吧 不会 您多虑了 以你的聪明才智 想必已经发现这本古书 并非正统 先前对你隐瞒也是迫不得已 怕你得知以后 鄙视老朽 不为老朽翻译 故而出自下策 前辈境界高深 世间难有敌手 大可不必再研习此处 我寻的东西已经得到 你呢 翻遍密室古书 你到底在寻找什么 一个答案 可惜 一身超绝武功 又有操控神功之力 你到底是何来历 无妨 重要的不是过去 而是现在 绝兰 我不是在等你找公主 不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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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应为你保密的事 老朽没对任何人说过 你怎么办 老妖怪没有为难你吧 看了一上午的书 闲事得很 想要一起离宫 你们两个 不会真有私情的 方姐 你这是在侮辱我 这玩笑可开大了 小公主实乃当是奇女子 陈某无福小手 小的美 你当然没有这个福气 是啊 这份福气还是留给司马凌空吧 像你这种讨厌鬼 是没有女人会喜欢的 让你失望了 我的恋人 可是位天仙一般的姑娘 你有恋人 你居然有恋人 她叫什么名字 现在何处啊 她 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 就知道你是边来撑面子 惹出这么多事端 长公主打算如何处置我 我已替你摆平罪责 留在皇宫既往不救 长公主 有话不妨直说 古往今来 无人可以像你一般 操控后遗功 你虽然只有一界境界 但凭借这项神迹 也可让你扬名立万 剑功立业 剑功立业有什么好玩的 我所说的剑功立业 并非是一个普通官职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你笑什么 高处不胜寒 承蒙长公主后外 陈南只想离宫去过自己的快活日子 我若执意不放心 一个人真心想走 是留不住的 真是费劲 老妖怪你干嘛 这只龙带子先放我这儿 你暂时留在皇宫 好好想清楚 陈南 救火啊 你不是我的对手 半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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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南 你不要太担心 龙宝宝不会有事的 回头咱们再慢慢想办法 显得不住 还找数 抽从 真心 陈公子不要跟我们计较啊 这些事 都是长公主派人送来的 她还真是费心 长公主如此气重 看来陈公子前途无量了 陈公子 八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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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还不走 老祖祖 这次谢谢您出手相助 留住陈呢 不必 我留下她 与你无关 玉儿斗胆求你 东楚国姬 老朽早已不问世事 以后也别再来打扰我 那个 年轻人 有 四公 你 你 有 并 〔您的事史〕 神圣的澹台仙子 保佑我此番度过难关 算了吧 还成了神也怕是个灾神 只会给你带来厄运 陈南 不许亵渎仙子 问你什么事了 你求他还不如求我呢 你怎么知道有事相亲了 别别别 你还是求他吧 别手还你 别走啊 你看 黄姐命他们看着我 好不容易才说服他们来骑士府逛逛 长公主是怕我再把你拐走吧 只是我现在行动不便 麻烦死我 你刚才说有事相求 对对 不想出要绝世妙计 能一局解决我们二人的困境 什么妙计 你去我 什么 你小点声 这是办个仪式 假成情 小魔女 你脑子进水了 你听我说呀 三日后就是父皇寿臣 那日宫中会大摆宴席 宴请群臣 各国使臣也会前来祝贺 你就在那日 却和我父皇提亲 就说 就说咱们早已互生爱慕 暗度陈仓 当着众人之面 父皇一定不会责罚我们 说不定还会应下这桩婚事 这样 我就不用嫁给司马凌空了 来来来 事成之后我就去和老妖怪求情 多说几句软话 他一定会放着龙宝宝 但风停浪静 我们再各奔前程 这就是你的学士妙计啊 怎么样 是不是两全其美 我看是两败俱伤啊 除此之外 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小公主 咱们该回去了 不管啊 此马当虎马仪 此时就这么定了 三十后见 我还没答应呢 只说 陈南杀老的通天再回到骑士府 反而成了香伯伯 不 不错 陈南可控神功一世 亦被传开 长公主对他很是照顾 大家都说 陈南将会成为几年之后的 另一个帝都新贵啊 荒唐 见识荒唐至极 凌空 不必大动干活 父亲 我见不下这口气 区区一个新任骑士 动摇不了你的地位 分天惨死 没了龙 我哪还算得上什么龙骑士 被管家 是 你看 这头鸭龙比起屯天 从事如何 好 屯天更像屁 父亲 这是 一位贵人相遭 说起来 他也快到平平城了 他也不通过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看到你 我 是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是日子 来来来 满饮子杯 满饮子杯 这边 这边 这小子也来了 你属乌龟的呀 来得这么慢 这么大声 不怕被人笑话 谁敢 本公主要她好看 行了 行了 吃块绿豆糕 拜拜 各国使臣交谈甚欢 这样味道是不同的 他们是天阳国来使 胖的那个叫吃鸭 瘦的那个叫黑羽 这个天阳国 是我东楚的附属国 瘦我朝碧亚 没想到近年来势头一掌 他们便忘了谁为宗主 接连挑衅 为争南锤要塞 甚至与我朝几分争 现在此事还未解决 他国使臣自然不会 在今日与他们交集 出父皇明白 他们这面具 见宾客戴面具 是他们天阳国的一种礼节 你有没有觉得 这个赤鸭似曾相识 算了 说话说一半 真的 小公主 小公主 您的位置在上面 有没有 这些是 对 有没有 这些是 你 不得了 只有一点 我 是 那是 你 今日寿宴 承蒙众友国使臣奔波来赫 朕甚为开怀 众国使臣中 唯独不见拜越国来世 果然 上回他们那个贱人皇子 埋伏我为国 害怕了 朕愿于今日取出我 东楚国国宝后义宫 供各位来世观赏 今日借宁之福 我们也算开了 我们也算开了眼界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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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开宴 即刻将后义宫送回神宫吧 是 三日后就是父皇寿产 你就在那日去和我父皇提亲 不会吧 满银快飞 满银快飞 认真点 满银快飞 现在就是好时机 快起来提气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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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起来啊 我起 起来 你到底起不起 陛下 不是 可我 是 这是 还有 是 你还可以 详细伤他 都说择日不如壮日 既然他们彼此心悦 就在这盛宴把婚期给定了吧 众国使臣也好做个见证 一起沾着小公主的喜气啊 才子配佳人呐 真好 我也沾着喜悟 今天就把婚期给定了 我与司马凌空性情不和 犹如水火 望父皇撤销婚约 为司马凌空另择良配 玉公主 何出此言 你便是我的良配 女子出嫁 总有一番顾虑 为臣理解 玉公主不必挂心 感情是可以婚后慢慢磨合的嘛 出嫁后就好了 嫁什么嫁 要嫁你去嫁 臣 这 这玉公主 是不想嫁给司马凌空 这如何相遇 这如何相遇 玉儿 还不作响 不作 刚刚不是说责日不如状日吗 那好啊 趁着这盛宴把清室给拆了吧 满朝文武一众使臣 也好做个见证 见证我和司马凌空 一拍两散 各自欢喜 玉公主 哈哈哈哈 东楚皇陛下 东楚国向来宣称自己是东方正统 千年上国礼法之邦 没想到东楚国小公主 竟是这般骄纵无拒 若不严加管束 只怕会招来各国的耻笑啊 阴阳怪气的老斑交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 信不信我 这位使臣 敢问我东楚国的司马大将军 何时成了你天阳国的臣子 阁下是 骑士府 陈南 陈大人 这话可不能随便乱讲 司马将军是东楚的忠臣良将 擎天一柱 我天阳国也是钦佩不已的 既然司马将军并未投诚你天阳国 他儿子的婚事 你这个蜀国外战 又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多催 大人 小臣只是出于攻心 实在看不过去 才敢犯言执剑 我们这么多蜀国可都看着呢 你还知道天阳国是东楚国藩属 我堂堂东楚公主婚姻大事 还得听你天阳国的吗 这 这就是天阳国的态度 最近你们可没少在南垂声势 怎么 是天阳国要公然造反吗 陛下 这是误会 误会啊 天阳国绝无此意啊 既然不是天阳国的意思 那就是使者的意思 这 小臣不敢 万万不敢 调你们也不肯 别以为得了点西方的残羹冷制 就能在这儿耀苦扬威 我东楚 泱泱大国 东方正统 不欢迎你们这些恶客 若天阳国无意为我父皇贺寿 便自请离开吧 这 长公主莫怪 赤押绝无不公之心 天阳国也无半点干涉 东楚国内务的意思 今日是陛下寿臣 臣等为陛下 特意准备了一场表演 表演 不错 寻常的歌舞杂役 想必您已司空见惯 这次想请陛下 欣赏一番天阳龙骑士间的阎舞 好啊 早就听闻天阳国修炼者中 西方御龙骑士众多 今日就让朕 一读风采吧 大殿之中 恐怕他们不好施展 嗯 宜驾炎无常 天阳 鹿 两头三尖亚牢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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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莫非是御龙谷弟子 不错 御龙谷已规划我们天阳谷 御龙谷向来化地自主 居然刚为小小天阳差遣 东楚皇陛下 我们三人乃多年同门 内部阎武着实没劲 可否请到东楚青年修炼者下场切磋 不知天高地厚 陛下 我这儿有一物需要呈上 这是我们国主的御笔信 言武禁忌决定南锤要塞的归属 倒像是你们国主的作风 国家大事也做得如儿戏一般 两国相交 诸字金印 绝无儿戏之意 不过想来泱泱大国人才辈出 有此机会展露东楚年轻一代的风华 也是一段佳话 不知陛下 使者好口才 我要是不答应下来 岂不是让你们这些臣子 岂我东楚国无人 月儿 朕乏了 你来主持吧 看来他们三个都是以舞者之身打底 修炼玉龙之术 应该都在二阶境界 同阶修炼者比拼 龙骑士明显比其他修炼者占优势 再说 他们跨境界带了三阶亚龙 这不是欺负人吗 咱们这里最厉害的年轻修炼者 也没入三阶境界 怎么打呀 没办法 他们这是阳谋 如若我们不应下来 这些藩术 多半都要借机发难 湯公主 司马凌空应战 嗯 你确实是最佳人选 不过 你的吞天已经 湯公主 再找一条亚龙 对我们司马府来说 并非难事 如此甚好 那么 下一位 岳下 岳下 属下领命 湯公主 让我替他上吧 正好让他们见识见识 俺得玄铁臂 嗯 花钱 多加小心 我已派人前去取回后义宫 我不上 这会儿摆什么谱啊 不上也得上 好好 我上也行 不过 我要是赢了 掌公主必须说服陛下 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又想离开东楚 保密 你就说答不答应吧 我不勉强 好 就这么定了 来 人 人 有 凯 你 看 人 你 糟了 还要是 什么 你 你 有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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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战速决 这位姑娘 折罪了 轮到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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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嘴 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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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湾田 鼻式也该点到为止 湾田要是死了 你们都得给他配葬 玉公主 有话好好说 先放开 先放开 霍姐 霍姐 下一位 什么 他要连战 看来是这样 赛欢可是他们三个里最弱的人 没想到来到这里赢得这么轻松啊 我看他那两位师兄也不必出手啊 就让赛欢连战三场吧 你们确定不换人吗 这有换人的必要吗 好 输了一波认证 小公主 这就去给你出戏 事关东楚颜面 拜托了 老爷爷 太太了 你将来的卫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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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将禁止了 你将来的卫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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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李同龄怎么会 错验伤口 护送后裔宫的那对卫兵 应是全数死在李同龄剑下 用过的火蛇子 留在李同龄师身手中 我们猜测 他 他是杀光了所有卫兵后 自逢而忘 李同龄怎么会封魔至此 背后必有隐情 后裔宫 巴咕巴咕 巴咕巴咕 陈南 过来救救我呀 巴咕 没错 就是这般 巴咕巴咕巴咕 巴咕巴咕 巴咕巴咕 巴咕 可恶 飞龙 精彩 真是龙骑世间的巅峰之战啊 文青一代的秋恋者不容小觑呀 战况如何 伯仲之间 胜负哪六啊 司马凌空赢不了 你别整他人威风 司马凌空虽然人品败坏 实力还是很猛的 东蜀国不善培养龙骑士 他远赴西大陆学了十年 才有了这身本事 你为何笃定司马凌空会输 司马凌空和赛欢旗鼓相当 两条龙也属同一品级 但在人龙配合方面 赛欢还是劣胜一筹 说得还挺像那么回事的 大陆 Pin 帘舟 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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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安 库 司马公子 我家主人说了 不能让你说 到底想干什么 我家主人还说了 也不能让你赢 只好劳烦司马公子 配合一下 什么情况 我这看不清啊 全是 到底什么情况 他们这是打平了 你看 就如他们伯仲之间吧 平了 司马林空也算是近列了 是啊 五父无犬子 司马少爷 的确是东储乔储 陛下 现在一胜一平 天阳国已经赢了大半 陛下 君无戏言 您说过的话 可要算数 其人太事 最后一局 若是东储国赢了 那便胜负相抵 天阳国也休想占据南锤 玉公主 前两局你们都没有 这最后一局 您是哪儿来的底气啊 她 她就是本公主的底气 不错 陈南也是东储的青年才俊 陛下 陛下和玉公主都如此赌卫 那这位公子 一定本领非凡 那当然 后义公你们都看到了 他就是掏控后义公的天才 对 玉额 别再说 你们看到了半舅得瑟的样子 最后一局我就让他看看我们东储国的厉害 你把我趴天上楼一下鼓的 我轻的都有点面色发烫 哼 你以为我真想夸你啊 你除了会用后义公还有什么能耐 总不能让我跟大家捧你那三脚猫的功夫吧 后义公 没有机会 司马公子果然厉害啊 是啊 幸好我们已经破过鸡带了 陈南公子 请速度下场展示一番吧 展示展示吧 对付鱼龙骨 不必动用后义公 关战半场 本宫有些计仰 打算也下去玩一场 什么 这 让公主亲自下一场 这什么 月公主千金之躯 怎能屈尊 为我等使臣延误 怕不是这位陈公子临战畏缩 不敢上场了 黑羽特使 您这话可就小人之心了 主持人 这一场 可以 不敢上场 不敢上场 竟然 这位顺利 真是 最后 我也看到了 其实 谁 这是 是为小帅哥呀 别花吃了 速战速决 老子饿了 就知道吃 可惜了 本想跟你多玩会儿 你是小身板 也不知道能挨几刀 这个傻瓜忘拿兵器了 还不如直接认输 小帅哥 我魄力给你一次机会 让你下去借块盾牌 行了行了 快来吧 哟 还挺着急 姐姐来了 就是这种感觉 这澎湃内力如此深厚 陈南塔 也入三界境界 三界无城 想不到 东楚青年之中 竟有如此高手 比试点到为止 我不伤你 我还没输 你猜我的独门绝技是什么 你猜我的独门绝技是什么 人 怎么这么厉害 真厉害 很厉害 真厉害 真厉害 这个人 真厉害 发生了 你 生虎 秦龙手 万年没用过了 痛快 师妹 没事吧 没事 太棒了 陈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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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一阶菜鸟吗 什么时候成了三阶雾转 陈南 陈南 朕果然没有看错你 你是东楚国的功臣 说吧 你想要什么赏赐 陈下 长公主曾许诺 我若能赢 她便说服您答应我一个要求 要求 说来听听 东楚皇陛下 我们赛欢在他之前连打了两场 早已心力交瘁 这小子占尽天时地利 他赢的可不公平 喂 先前可是你自己说的 赛欢可以连战 怎么 现在又不认账了 这 话虽如此 可这样 肯定是不公平 我赤押不服 早料到有这一出 说吧 你想怎么比 我们赛怒和赛优都还没上过 行了行了 真麻烦 车轮战就免了 让他们三个 一起上吧 真的假的 想什么 陈南你疯了 你降总也不至于不要命吧 狂妄 狂妄 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吃药 你认为呢 好啊 大言不惭 就这样说定了 你可不要后悔 好 陈南 你若能举胜 不论你提什么要求 朕通通答应 我的要求是 让小公主 自己 做主婚事 荒唐 陈南 你提的是什么物理要求 陛下 我和玉公主的婚事早已定住 您可不能 住口 我势为重 但由陛下决断 好 朕 答应你 小子 别太狂妄 曹师兄 陛下 请允我 换龙入城 准 朕 你 不费 你 居士罕见的 死血俱罗 快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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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太好 真是太好了 抱歉 暴风性 比较野 自己去了 真的吗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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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谢谢 看你的样子 好险没事 伤得很重 不过 也无性命之友 那就好 真是不鸣则矣 一鸣惊人啊 陈大英乡 可惜啊 明日叫英雄变狗熊喽 先有天阳国挑衅 再有后裔宫失窃 月儿 你怎么看 天阳国 探路十隐 他们敢公开与东楚国叫阵 其背后之主定已做好了下部计划 至于后裔宫的去向 尚得查探一番 这个陈男身上迷雾重重 恐是便说 死水沉沉 封来启波 东楚如今不怕变数 反怕将军难改 一成不变 对了 明日之战 你到底有几分把握 五分 龙翔 什么 你也看见了 那条巨龙上天入地 还会喷火 怎么可能打得过 你可是三节境界的舞者高手啊 小魔女 亏你常去藏书阁 没有读过龙族典籍吗 天元大陆龙种繁多 东西两地各有分支 西大陆多龙骑士 便将西方龙族分为五阶 对应同分五阶的修炼者 除了只在传说中出现的五阶圣物 四阶巨龙 可谓龙族占领颠覆 代表尼冬准备 乔径 对应该报道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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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认识 决定 林志大陆 什么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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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会儿就为陈南百艳庆祝 某人真是三气四溢呢 今日可只有陈南赢咯 不得无礼 凌空今日也尽力了 若吞天还在 赛欢那疯丫头 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即因陈南杀了吞天 害我失利 我熟悉的臭臭 说起这个 不知司马骑士和赛欢交手之事 可曾听过竹哨之声 竹哨 什么竹哨声 没听过 陈南 倘若明日战败 你得为此事负责 怎么负责 以命谢罪 你有什么资格逼迫陈南 不怕 复划 明日还要比试 还是让陈南早先回去歇息吧 嗯 走 快跟我走 好啦 小牧女 你也快回去吧 跟我走 大部门 炒成这样 什么都看不出来 不 古蝶之吻 奇门邪道 果然是你 接下来 还要仰仗司马大将军 哪里哪里 能跟拜越国 天阳国合作 是我司马长风之幸 父亲 今夜宴会 既然父亲有客到访 我便先退下 林空八成又是为了 那个陈南上活 也不知道那小子 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能使后裔功不说 修炼竟已达到三阶之境 再让他发展下去 大将军不必挂心 明日 便是他的死期 小魔女 你带我来藏书阁做什么 嘘 小点声 救龙宝宝 为何 非在今夜找龙宝宝 陈南 明日之战 很是凶险 我 别比了 等我们找到龙宝宝 你连夜带他离开 好吗 怎么了 陛下有人在运功修炼 陛下 我们现在不就在藏书阁地下吗 这里 堂堂东楚国皇宫竟然会建在一座坟墓之上 王宫建成已久 谁知道地下山处有什么呀 这风 是华丁荣令 去看看 我们下一个人 都会把这儿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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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老神 来都来了 还不现身 小心 老妖怪 你竟为了连弓害人 几个作恶多段的死囚而已 死囚 不应该在天牢吗 这 多亏月丫头 王姐 前辈 你到底是什么人 老朽出身皇室正统 朗金楚皇见了 也去恭敬唤我一生玄卒 乖徒儿 你不是一直喊我老妖怪吗 我确实够了 在这世上活了一百七十余年 一百七十余年 这 这怎么可能 我虽修炼小城 奈何天资不够 始终无法迈入先无之境 我的身体逐渐衰老 不得不沿袭邪术 你岂有朝一日 偷生死 我早知那本古迹并非正等 却不知上席的 竟是独兽邪法 那你教我的花天荣帝 没错 那古迹无人看懂 南没来之前 我花了几十年 也只悟了些皮毛 交给你的更是皮毛中的皮毛 伤不了谁 修炼虽是逆天改命之举 但也应遵循正当 说得大义凛然 人之贪欲与生俱来 倘若真有机会走捷径 又有几个修炼者不动心呢 现在就有一个机会 让你得到一位绝代高手的功力 你不要还是不要 跟我来 我来完了 你们对这小东西 倒是伤心 的 这位姐妹 是被飞剑灌顶而亡 我的古籍就是从这里得来 若他们是古籍的主人 那便已经死了六七千年了 失去千载而身躯不朽 想必这位前辈功力通天 必将肉身凝练成了不灭之躯 他的脚下还有自己 妖道成仙 天理难容 战妖除孽 以景天下 探护 妖有一地 恰逢归来 重伤之躯 与之抗 回天无力 同归于情 藏之躯 寂灭妖动 无身蒙羞 自封于此 原来如此 虽然妖道刚刚踏入仙道之间 毕竟已是仙人 这位前辈豪旗灵远 竟然灭掉了仙人 佩服 佩服 是啊 要不是他漏算了 恐怕这天地间 又多了一位强大的武仙 古籍是妖道之路 您却是习武之身 放心 老朽对这古籍 只有部分借鉴 没有弃武入道的打算 更不会成为下一个妖道 有些事情一旦开始 也很难停下 你自是不懂我的苦衷 你天生灵时敏锐 及一息天地元气 如若你我合力 定能将这位高人封存的力量逼出 你我均分他的力量 我能破阶续命 你能修为大赠 只从仙武之境 也不是没有可能 有一定的 雙掌贴在他的身上 用心 感受他的力量 而后把他引导出来 怎么样 我 我没感应到他体内有任何力量 完辈告辞 狗狗 幼稚 想要变强 就得不择手段 狗狗 狗狗 狗狗这忙 狗狗还是狗狗 老妖怪 你快放了龙宝宝 你没事吧 施灵爬外 八股 欺灵弱小 非强者所为 如我一样 别怪我 有机会你就自己逃吧 说好了结伴千雅 我便不会丢下你如刑 八股 你们谁也走不了 随老朽的愿 那我就拿你来修炼吧 放他们走 我一样 我死给你看 老朽 老朽从不受人威胁 哼 沈南 你又闹着我 没什么 只想试试看我对您的用处到底有多大 哼 哈哈哈哈 老朽不过是稀才 你不敢机 反倒一副自命不凡的样子 真是可笑 滚吧 你愿意放我们走了 我 我们三个 哪个想留下陪老朽练功啊 不不不快走 八苦八苦八苦 凭你的功力 大可避开卫兵安然离开 哼 我走了 明日谁上上比赛 这样没有胜算 不如我来替你 起码我输了 不会被逼着以命卸罪啊 哎呦 原来小公主是在担心我 哼 你少得业 你本可以不卷入这场漩涡 我也想置身事外啊 可我早已成为局中人了 拔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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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上因果错综纠缠 即便我现在出宫避祸 难保未来不会再被牵涉其中 你讲话怎么神叨叨的 被老妖怪影响了 那本邪术 老妖怪本不解其意 偏偏我将它议了个完整 留下祸患无休 我自认和老妖怪关系亲近 没想到它竟是 父皇和黄姐都知晓它的身份 偏就将我蒙在鼓中 经验经历也算离奇 这盏灯送你 算是纪念吧 谢花谢佛 没有诚意 明日比试不用担心 你看成本当什么 ан儿 穆对 让他全身 委员 我们自己葬家 陛下 请你远禅带兵 去把陈南抓来 谁说我不敢来了 来了 来了 来了就好了 大公 见过陛下 免礼 喂 你做什么 别紧张 只是借你长枪一物 起来啊 照看好龙抱吧 小帅哥 昨日战后 我可一直记挂着你哦 磨了整夜兵刃 就是要一雪前耻 或许是冲倒覆车 大师兄 能不能少说点骚气话 要不然我给你们摆张麻将桌啊 撕碎他 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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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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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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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么 这是 什么呀 圣龙献士 群龙蜕壁 出手 攻击啊 圣龙献 彤彤 彤彤 彗彤 彤彤 王冯 慕容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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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 还要 没有人比天阳国更懂东处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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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不 你在我 你 你 你 小云 小雨 东东 东东 小雨 我这是 在什么地方 不是告诉过你 别求这个灾神吗 陈南 你醒了 还死不了 都说祸害一千年 本公主就知道 你不会有事了 离我远点 看见你就浑身疼 胡说八道 别别别 你们两个 怎么一见面就吵吵到呢 黄姐 你管管他 玉儿 这次 你可得好好谢谢陈南 嗯 谢他什么 父皇 解除了我和司马林空的婚约 这是陈南为你迎来的 长公主也在陛下面前废了分口舌 有你们真好 爸 小宝女 醒醒 醒醒啊 八姑 八姑 喂 我在这里 看这里 对对对 是我 怎么会这样 父亲曾说 天地之间有一诡异法宝 名幻灵石结晶 形如蓝色宝石 自具灵力 可是修炼者体虚之时 将其灵石吸入 万花幻境之中 我在这里就是 万花幻境 八姑 漂亮吧 这是老妖怪在墓里捡到的 并叫人香在布偶上 送给本公主 八姑 难道是 他们的东西 八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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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梦到了退婚 不如现在就去找父皇兑现承诺 来个美梦成军 嘿 啦啦啦 八姑 啦啦 八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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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南面就要开打了 现在赤鸭又死在了平洋城 真是祸上交友 万一哪天这帮人狗急跳墙打过来 是怕 先是边境埋伏玉儿 先又化身黑羽混入皇宫 这个人间 还真是胆大妄礼 人间有意拉拢我和父亲 想让我们与他合编起事 司马家世代忠良 自然不愿做逼逆之事 不愿做 还是不会 这 就要看场公主和陛下 凌空想要什么 你应该很清楚 你在威胁 凌空不敢 小公主 谁在里面 没 没谁 退下 玉儿和你的婚事不会有 她们 可是陈南赢了呀 陛下又答应让玉公主自主责婚 我会让父皇另行他上 谢长公主 司马家庇护王室安小太平 言而无信 骗子 玉公主 皇姐 皇姐 为什么 为什么一定要用我来做交易 离了司马家 东楚就会大乱不成 玉公主 我一定要娶你 你做梦 吃输梦 玉公主 你 来人 属下在 在小公主回去 严格 严格 看守 是 小公主 别碰我 但公主自己走 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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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明明在乎小母女 为何 你看到 她不愿意 我只想要玉公主 望长公主成全 尽快招告各国 可以 不过在那之间 你还需要做一件事 铲除人间 小公主 您多少吃点东西吧 巴咕巴咕 巴咕 你子 你要软禁为父到何时 您且在歇起日 出来正好参加儿的婚宴 婚宴 你就为了一个女人 出卖三皇子殿下 我只是想走另一条路 你 你糊涂啊 和三皇子结盟 你未来是东主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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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本殿特来探望 多谢殿下殿念 父亲已经歇下了 这是 刚才给父亲喂饭 不小心沾上的 司马公子还真是位孝子 本殿今日过来 是想道别 你 又回去了 东楚皇寿宴已过 本殿不宜久 殿下此番前来 所欲之事皆为尽兴 之前看殿下 对齐师傅颇感兴趣 不如多留一碗 趁着夜下无人 我带殿下登上后山 混入齐师傅观赏一番如何 本殿就确之不公了 我去安排 八姑八姑 八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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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神俱灭 零石归队 难道是我的肉身离 零石结晶太远 甚至才无法回去 陛下 张公主 玉儿怎么样了 小公主 一直不吃不喝 也不说话 鱼儿 我不想见到你们 鱼儿 大姑 大姑 我 黄姐 最后一次 听话 你来这里 还是为了劝我嫁给四马林空 黄姐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跟玉儿说好不好 玉儿 有些事情黄姐不必严明 你只去静静等待就好 黄姐软硬监视 真是好手段 所谓静静等待 还不就是要我认命 看好玉儿 不许让她离开房间一步 是 玉儿 你从未了解过你的姐姐呀 从未了解过姐姐 黄姐 看这么眼 如何出得去 你会挖洞 八姑 八姑八姑 怎么逃出来了 八姑八姑 老宝宝最棒了 八姑 黄姐现在在哪儿呢 今日你怎么总打喷嚏 八姑 难道 是猪杀位 龙宝宝 你能追踪到黄姐身上的气息吗 八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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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快带我去 八姑 骑士服 这么晚 黄姐会到这儿 八姑 有人来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 这骑士服的设计 我以为你 你 不是 你 到 你 你 我就不会随你来这儿了 殿下说到哪里话 我这就带殿下进府关上 请 进去以后 肯殿就出不来了吧 殿下的话 我听不懂 最后一次机会 现在下身 你与本殿还是好盟友 人空糊涂一时 往殿下海寒 起来吧 回去再说 马铃空 你敢偷吃本殿 三皇子好好享受 太小看我了 我心里的 就这点吧 初约 后悔无期 黄浅 张公主的要求我已办到 大婚五日后举行 谢者 谢黄姐 我这就会去筹办 原来如此 处缘而处缘 你真的舍得让小魔女 做这齐菊的牺牲品吗 终于让我等到了这一天 长男的灵可竟如此纯净 现在 只要我的名师和他的灵河相容 长男的肉体就是我的了 为什么 怎么回事 怎么会有 枯死巨大的银片坟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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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无法允攻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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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去找陈南 卡 卡 你先去曹书阁 等会儿我去找你 卡 这是梦 这是灵狮解军制造的梦境罢了 月弦 你先走 月 月弦 世上你对我最好 我偏去自己的心里 月弦 也要让你活下去 月薛 狂净而已 季王医 开死 月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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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你看什么 我脸上有脏东西 什么 也没关系 小金城南灭掉我 鸟梅抓到 一锅野菜粥 凑合一下吧 野菜粥也好吃 天天吃都吃不腻 尘能 你怎么了 没事 你慢慢吃 我去山里打些野位回来 给你步步身子 嗯 你不要乱走 乖乖待在这儿 都回来 放心吧 我哪儿都不去 明知一切是假 也要留下很多 差一点 王智 长公主 我们已经准备好出发了 出发 我已写下严报阵 明日婚宴 自马林空必会召集全部英权 只需引燃这道符 一切都会化为灰烟 长公主 那儿正都想好了吗 自马家族党羽众多 凑过明日之际 再无答复 恕老臣见悦 司马家族祸国久矣 死不足惜 可长公主若有闪失 东楚国以后怎么办 若让陛下和孝公主知道 他们一定不会答应的 他们不必知晓 我已做了安排 请二老一计行事 待我 待一切平息 再接他们回来 我已已决 好漂亮 他叫东东 是个贪吃的小家伙 真可爱 我回家吧 月薪 陈南 你能记得我 还陪了我这么久 我已经很开心了 快点去你该去的地方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真的可以忘掉过去的印象 家人 仇敌 纸爱 我 忘不掉 既然忘不掉 为何还要回到天原堂 神死了 我灭了 为何我还活 结伴天涯 你还是本公主带来 谁也能想让他见面 有事为明镜 有人 在等我 天化过去和走向未来并不冲动 你我本为一体 这里是神魔灵源 神魔灵源 老妖怪 是你搞的 你我的灵石怎么会在神魔灵源里 看清楚 这里是你的体内 神魔灵源 在我的体内 在我的体内 人生 可乐 能力 是 太大了 了 將人 会想到你今世 也罢 一切 皆是老朽咎由自取 东西大陆交界之处 有你独立城市 名幻 自由之城 那里 或许有你想要的答案 八姑八姑 完蛋了 小魔女一定会骂死宝宝的 彤彤 陈南 你总算醒了 八姑八姑 八姑八姑 陈南 会服得不错嘛 走 去见陛下和长公主 明日你绝不能嫁给司马丁空 你怎么知道我明日大婚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不能嫁 你不想见他们 无妨 舍不起躲得起 我刚知道了一个好去处 咱们现在就离开东楚国 我已决定留下 结束一切安排 你疯了 八姑八姑 这几日发生了许多事 我突然发现 我从没尽过我自己的职责 一直在给父皇和黄姐添麻烦 我 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 不要 看到了吗 大家都在为本公主庆祝 你是本公主最好的朋友 本公主希望得到你的祝福 作为你的朋友 这个祝福 我给不了你 但同样作为你的朋友 我尊重你的选择 八姑 更不会忘了龙宝吧 八姑 八姑八姑 八姑八姑 展公主 我做了汤圆 吃点吧 你记得吃 等等 一起吃吧 小时候 我最爱吃黄姐做的汤圆了 好吃 请不吝点 吃 一个公主的样子 好 我很想要 不需要 ό 月儿 你 恨黄姐吗 不恨 从前都是我太任性 我保证 再也不会惹你生气了 月儿 你真的长大了 放心 黄姐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 天 就要亮了 新人到 来了 这 这 怎么回事 一个喜南宫壁都没有 小公主自己进店下来 别说了 这 是 不许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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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是 是 是 这吉时快到啊 陛下和长公主怎么迟迟不拉呀 没关系 玉公主买个就好 极客行礼 别耽误了吉时 不可 此等大事 更能敷衍了事 待老夫 亲请陛下过来 司马长方 你胆敢威逼我父皇 我的好儿媳 你睁眼看看 东楚国的朝政 把持在我司马家族手中 都愣着做什么 还不快请公主完婚 是 天公 快走 莫娃 黄姐 陈南 我们帮忙 我们下辈子 才会 黄姐 半步半步 你 玩什么 小猫女 你做事不计厚顾 倒是跟我很像 远南 你为我大婚 今日 休想迈出这大殿 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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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闹 真是热闹 神剑 好一个满天过海 父皇 皇戒 这回人都到齐了 天鹅 是啊 人都齐了 真好 小魔女 还记得你要做什么吗 你疯了 起了我手 是 没事了 没事了 放你们 下手没轻没中 不慌 玉儿 以后 不许自作主张 下不为例 小心 不顾不顾 无意过 竟然 那 那是 秘密 蛮 是故事家子 我 我也 蠢货 陈达 你怎么样 没事 没想到本殿策划全盘 却被你这个局外人一袭打乱 也罢 如今后翼宫在手 这里 就是你们的葬身之地 操控他人替你拉弓 神剑 这是阴毒 得神功者得天下 牺牲几条贱命 又算什么 神功 天下 也配 你 放箭 护车 护车 来得正好 这是什么呀 没想到你能在全城布下法阵 我费了这么大的功夫 就是为了今天 别碰到他们 小平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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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随意动 万物可不 快 副刺量力 组业 竟然还能斩检 不 你以为自己救得了它吗 不是剑 差一点 你就 这样 收手吧 这个决力 你躲不开 背后一宫反射 你也会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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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即使本殿死了,也不会结束,是不是很厉害? 历许终将铭记本殿! 喂,你的名字真的很适合到我来念 他死了! 八姑,八姑 八姑 八姑,八姑 你醒醒! 你不是还有事情要办吗? 你睁开眼睛了! 玉儿,忏难他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你醒醒! 你怎么这么傻? 我要欠死你! 忏难!忏难! 我 留你们一起 我们一起 你醒醒! 我来死! 你醒醒! 我看你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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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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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 这个吗 难道 你要抢心 误会啊 千大的误会 你就不用解释了 谢谢你为本公主冒险 可惜了 本公主无法回应你 喂喂喂 不要自作多情啊 我是说 你永远是东楚国的护国骑士 平阳城的大门会一直为你敞开 小猫女 要不要一起走 我 我要留下 跟黄姐学着做个真正的公主 为东楚国效劳 那 再见 嗯 再见 东楚国正在重重朝局 这等药物 你可帮不上 我可以学呀 你和父皇耐心教我吗 父皇的身体好不容易调腰 又被朝政分了心灵 你可不许打扰他 也不许打扰我 那我岂不成了闲人了 这 倒是个出门历练的好时机 出门历练 黄铁 你不是在骗我吧 你们两个合伙来逗我 哎 坐稳了 我出发 我还没答应呢 那我跟这里回去了 太阳光了 真是 自由之城 百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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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im 百公 岳 桑 呦 带 我们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